致敬白衣天使,周杰伦,林俊杰,惊喜合体 欢迎收看5月12号报道正能量新闻的新闻最正点 行动管制令来到第56天 我是马来西亚南台,郑宾艳 新闻最正点今天最后一次为您报道正能量新闻 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确诊人数 卫生部指出大马新增16人确诊 累计确诊6742人 没有人死亡 累计死亡人数109人 治愈人数110人 累计治愈人数5223人 完成1万公里,跑者捐2400个口罩 一个叫大马歪托的脸书专页早前发起了一项挑战 名为1万公里的约定 邀请所有人在家跑步 并且会根据跑步者的累计里程数 捐赠口罩给医院和老人院 这个挑战结束后 他们最终捐出了2400个口罩 负责人说 他希望此举能为跑步者带来一些正能量 同时协助前线人员 教育部说 中午中六升先开课 教育部长莫哈莫拉兹指出 若宣布开课 会先让公共考试班的学生 即中午和中六高班的学生开课 同时也会制定标准作业程序 以便学生遵循指南保持社交距离 教育部长也说 在管制期 学生除了需在线上学习课业 也要学习日常生活知识 包括到厨房帮忙 种植或学习剪头发等 柔佛中学省俊伟 创作曲子献给老师 再过几天就是教师节了 一位来自马来西亚柔佛的16岁中学省俊伟 趁着行动管制令期间 制作了一首原创歌 Surat Kapadamu Chikgu 献给敬爱的老师们 这首歌找来大马著名混血中文歌手 Daniel Sheer 编曲 并由俊伟和他的两个朋友一同演唱 这首歌将会在5月16号早上8点 在他的YouTube频道首播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你好,我是陈学生 我们马上来关注全球的确诊人数 今天的新增病例有49,634人 累计确诊人数4268,196人 死亡人数2712人 累计死亡人数287,590人 治愈人数26,115人 累计治愈人数153,2102人 台湾女生和印尼女佣15年后视讯相认 台湾高中生徐子涵在母亲节当天 找到了15年前照顾自己的印尼女佣 两人在视讯相认的时候泪流满面 非常感人 这名女佣在子涵4岁生日不久后 因为工作合约到期而离开 但因为害怕子涵会不舍得 她只留了一张写着五爱你的字条 连再见也没说就走了 年纪小小的子涵却始终思念女佣 每天都祷告希望能找到她 她4月在脸书发起寻人启示 还用心良苦地把文章翻译成印尼文 经网民分享和媒体报导 终于能如愿与女佣重逢 外婆全套防护服只为抱一下孙 英国一名60岁的阿嬷 儿子不幸确诊冠病入院 按照英国的隔离政策 她已经连续7个星期没有见到自己的孙子了 但她老人家真的非常想念孙子 于是托人找来了一套全套防护服 去探望她6岁的小外孙 当婆孙两人相拥时 面罩后的阿嬷已经泪流满面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 小孙女也哭了 因为她只能隔着防护衣触摸到外婆 致敬白衣天使周杰伦林俊杰 惊喜合体 配合国际护士节 中国在昨天发起了致敬白衣天使公益云演唱会 邀请了刘德华 周杰伦 莫文蔚 梁静如等的歌手来表演 而让观众惊喜的是 周杰伦找来了林俊杰来合体 成为双J组合 除了合唱道香以外 也表演了林俊杰为抗议人员所写的 Stay With You 让粉丝听得非常过瘾 我们终于合体了 是的今天是新闻最重点的最后一次博报新闻 所以我今天就邀请了陈学生过来 我这里做客 先说为什么这次会找学生来担任这个国际组的主播 是因为他也是韩兴的学生 也是我的学弟 然后现在是他的实习时期 所以我就找他过来帮忙 因为我这里很全 因为一向来我的YouTube影片都是我一个人完成 所以我一直都很希望有人可以过来帮忙 所以当然就找来学生这里帮助我 所以希望最重点大家才可以看到过去做主播 然后我们聊聊一下就是我们这次的心情吧 因为这次的这个行动管制令不断的延长 对 所以你这段时间有什么感想吗 不习惯哪里有 以前哪里有常常留在家 但慢慢我就一直用这段时间来做更多的事情 像是看电影啊看书听音乐 慢慢一直的去充实自己 然后我觉得其实收获是有的啦 但是我还是很希望快点能出去 其实行动管制令的第一天我就已经是很犹豫了 第一天就容易 对我第一天的时候就发布了一首歌叫求鸟 那时候只是封国的第一天我就已经唱了求鸟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很容易悲观很敏感的 就是当时候还没有封国前我就已经是闷闷不乐了的 我就已经想说哇这个世界怎么的 是因为疫情吗 对对对对对对 我很容易被周围的人影响了 然后突然这样的东西就好像 轻轻霹雳 就是我那时候还没有封国的时候 我就已经有预感说 哇接下来会情况很糟糕 因为中国那里疫情很严重 然后很多的国家已经无路续续爆发 我就我很爱国嘛 好像是马来西亚看 所以我一直很怕说 不要在马来西亚发生 结果就真的发生了 所以我其实当天真的是几乎睡不着 政府宣布封国的那天我几乎睡不着 然后我连续几天都睡不好 就是封国的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 一直都睡不好 我一直很我有点忧郁症 所以我就是心情不好 所以那段时间我也写了很多歌 就是大家一直在封国期间 为什么看到我写了这么多歌 其实我也是在书房的感受 是吧你自己的心声写出来 对我写出来 因为我真的是过到不是很好 就是我真的是也一样面临手听口听 然后一样面临就是食物短缺 缺量断量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才写了飘向北方啊 写了甜蜜蜜啊 然后大家有一些人一直 把它当成是一个玩笑 就是我在开玩笑 他们不知道你在说的是自己 对他们不知道 我说的其实是真实自己的故事 因为我真的是在这段期间 吃了最多的就是 然后也就是一直吃面包过日子 所以这段期间真的是过得不容易啊 所以我才会选择做这个新闻最正点 我的当时候为什么会开这个新闻最正点 报导正能量新闻的想法就是因为我想 连我都这样子了 一定有人跟我一样的情绪 这个世界上不能只有负面新闻 所以我才促使了我要做这个正能量新闻 然后我们也聊聊一下这一次新闻最重点 有什么印象 什么新闻是让你影响深刻 像是那天那个日本的那间便当店 他让没有钱的孩子可以长大后 有钱在付款 就我觉得 而且我也有说嘛 就这一个时刻其实大家都过得很辛苦 他还能那么慷慨的 去让这些没有钱吃饭的孩子 去可以吃一顿饱饭 我觉得就让我印象很深刻 你呢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些动物 很多动物自由了 很多动物自由了 可能猴子又在放风筝 波德森有海豚 还有其大象服务被取消了 其大象服务被取消了 然后还有那个海狮在公园是吗 海狮在商场 对对对 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 其实我蛮开心蛮感动的 我想说我们人类过去太过分了 就是每次把动物关起来 然后呢 这一次虽然我们关在家里面 但是我们这一次反而让 全世界的动物开心起来了 这个是我觉得最感动 我会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 就想说 虽然我们全世界的受苦 可是我们让地球复原了 我们的这个空气指数变好了 因为已经很多报告说 印度恒河又干净了 然后那个全球暖化又暂缓了 其实我们的这个风火令也不是特别的长 我们只是维持了50多天 但其实我们的全世界的动物 可能它一辈子都关在动物园里 可是它一辈子就是关在笼子里了 只是为了生产食物牛奶啊 鸡蛋啊给我们 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东西 然后呢在我们的今天的节目 还没有完成之前呢 我们说一说这次的感想吧 就是报道这个新闻最重点 对你的人生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首先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会有报道新闻的机会 因为自己的生命 对我想说的就是 我的声音就是 一直困扰着我的东西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一开始可能有一些留言就说 我声音不好听什么的 然后其实我一直都有在尝试去改变 包括去练习我的语音语调 其实他们纠结的不是你的语音语调 他们会以为你生病了杀药 对还有人说 让你吃多一点喉糖 对还有人说一些先生的声音 好多了 好多其实他没有好 其实他不会好 其实他不会好 对 可是我也觉得 这样说呢 就是像你说的咯 YouTube这个平台 不应该要有好声音的人 才可以报新闻这个概念 所以 当然我也觉得 所谓的好声音 不一定是要声音感情 才叫做好声音 就好像中国好声音的 那个音乐节目 也是有那种 沙哑的声线的歌手 对啊 所以我一直希望说 因为我们是自媒体嘛 所以呢 我想要打破一些 大家传统的这个观念 因为大家很多人都会认为 可能播报新闻就一定要 要非常的声线 要非常的优美 然后可能要非常的自证腔圆 然后可能要非常的客观 但我觉得未必的 我觉得新闻是可以有一点感情 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机器人 我们不是读稿员 我们是真的是用生命来报导新闻的 所以我们是可以有一点感情 然后我也希望借这个机会给大家认识学生 因为学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所以就借这个新闻这张点呢 给大家认识他 给他有机会发光发热 这个对他以后的前度也很大 谢谢老板 是 然后收回我自己的感想的话 对就是从一开始完全没有人看 然后呢到后来越来越多的粉丝一直帮我分享 我每次都会注意就是看谁按分享和谁留言 其实每次有几个都是非常固定的 然后也有人说就是以前从来不喜欢看我影片的 对我其他影片没有什么好感 但是因为新闻这张点才开始喜欢我这个频道 非常谢谢你 谢谢 遗憾我没有办法陪你们走完整个MCO的最后 但是我们未来还是会制作更多好的节目 因为学生还在实习 所以呢接下来呢 MCO的这段期间呢 我们还是会陆续推出节目 到底是什么节目呢 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好最后呢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最正点 我是国内新闻主播郑丁燕 我是国际组主播陈学生 我们留言再见 拜拜 优优优雄аф 的 爱